美国要给大家发绿卡了 是吧 你只要黑过来移民啊 就能拿美国绿卡 这是怎么回事啊 今天很多朋友们这个欢欣鼓舞啊 给我发这个新闻来看 然后呢 我查了一下原版的新闻啊 我看了一下啊 怎么回事啊 就是其实不是美国通过了一项法案 是美国的众议院啊 向美国的国家提交了一份法案 不是通过 只是提交 但是过的可能性很大 这条法案是什么呢 就是在美国境内居住满七年的非法移民 就可以提交转换身份的申请 获得绿卡 那这一项新政策呢 将汇集八百万啊 非法移民和合法的移民啊 有人说那怎么还汇集合法移民呢 合法移民的可能有非法移民的亲戚啊 是不是就这么简单 那是不是所有的非法移民都拿到这个呢 美国呢 现在大概有一千万的非法移民啊 这是根据皮油中心研究的报告 但是我个人是绝对不信的啊 因为我个人认为 这个非法移民绝对不止一千万啊 美国非法移民应该是不是得有个几千万吧 得有个三四千万啊 应该是有个这么多 但其中能统计出来的一千万里面 已经有六百五十万以上 就是差不多三分之二的人 已经在美国待了十年以上 那他们许多人呢 无事可做啊 生活在阴影当中啊 只能去打黑工啊 是吧 没有办法光明正大的生活啊 只能待在这些庇护州啊 然后近期呢 这个众议院的民主党人提出了一项 叫更新1929年移民法的移民条款 大家知道 美国的现在的这个移民法基本上都是1929年的时候 就是罗斯福的那个时代啊 就已经定了调了 然后呢 哎 就一直沿用的 今天啊 他们认为这个东西太牢了啊 众议院司法委员移民委员会的主席就说呢 说这是历史上有两党共同制定的条款 为多年以来一直是我们社区一部分的移民 提供了合法永久身份 将使我们的移民制度更加公平 国家更加强大 之前的要求呢 就比较苛刻 其实是有过四次啊 让你登记的机会的 就是你要1972年1月1日以前啊 进入美国啊 这个哎 之前大概为300万非法移民获得了身份 然后呢 你此后呢 你要连续居住在美国 同时呢 申请时呢 申请转换身份时呢 你要身处在美国国内 并且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行 简而言之 你不能犯罪 而且你没有因为某些原因啊 被判禁止进入美国 就是说你在美国来美国之前 你其实申请过美国移民 或者是来美国旅游 但是美国给你拒了啊 因为是你有 因为有犯罪行为 这个是啊 不行的 不能是恐怖分子的啊 而且有资格获得有利的自由财量权 这是之前的老的这个规定 新的规定在于什么呢 新的规定在于 你只要入境满七年即可 没有必要满足1972年 入境美国的这个条件啊 因为之前是 你想1972年 这个太太苛刻了 对吧 你想1972年入境美国 那在美国当40年非法移民 那你还不如回国呢 对吧 而且登记候选人不需要体检 不需要提供财务支持的宣誓书 也不需要美国请愿人就可以成功 就是说 你现在不需要有人给你担保了 也不需要有一个美国有财产的人 担保你不会啊 留下打黑工啊 不会留下吃福利啊 不会怎么样啊 都不需要了啊 只要你提交一份调整身份的申请 外加申请费啊 就已经可以了 咱们就要具体说说非法移民 就说非法移民啊 在美国其实一直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啊 那么非法移民的这个工人啊 每年大概为美国贡献了 1260亿美元的这个经济收益 啊 其实呢 美国的很多的这个底层工人啊 都这个有身份的人 他不是太愿意去干 基本上大量的都是非法移民在干啊 因为美国他本来就是个靠移民来的国家啊 一直在美国非法移民 其实就是一个进入美国的渠道 你知道吧 美国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非法移民 知道吧 这不是我说的 这就美国人就这么认为的 美国国会多少次就是这么说的 你知道吧 因为在美国 你不可能光靠合法的每年靠这些高科技的移民 你既要靠这些高科技的移民来美国 替美国提供人才 你又要靠大量的非法移民进来 替美国提供廉价的劳动力 虽然说他们挣的钱比在他们本国要多的多 但是他们来到美国啊 总能为美国提供一些新的这种东西 很多人说 那进来吃福利当流浪汉 其实呢 这个美国还是赚的 很多人一直说 进来当流浪汉 进来底层赚那 那是你们不了解美国 我这么跟你说 你去采访采访街上那些流浪汉 有几个是非法移民 我敢说 美国公民的比例占到95以上 大量的是美国公民在流浪 知道吧 大量的是那些懒人 那些抽这个的 那些拿着美国护照的人 美国绿卡的人 大量的是这些人在美国当流浪汉 没有什么非法移民进来当流浪汉的 那你想我当流浪汉 我在家流浪好不好 我干嘛要进入美国 进入美国这些人 包括这些南美洲来的这些人 大量都还是要进来的 他要当工人的 他要博一份家业出来 他要向上走 这个才是大量的非法移民进入美国的目的 谁进入美国不是为了打工挣钱 回家盖房子娶媳妇 就跟民工进城一样 他是一个道理 没有人去美国为了当流浪汉 而且一旦吸纳了这几百万人 成为这个合法移民 每年将为美国额外贡献 就在原有的这1260亿的基础商 额外贡献830亿美元的这个经济收入 和270亿美元的税收 所以说美国他怎么算 他都不亏你知道吧 而且这个成本也高 因为你到处抓吴正一名 很多州不让抓 你比如说像纽约州啊 什么加州啊 华盛顿州 这都是屁股州 不让抓 你抓住以后呢 从关押到审判到起诉到上庭 到一大系列政府还要给你提供律师 这样子话政府也多花钱也不划算 而且吧 你到时候你最终你决定前送他 你还得给他掏机票钱 你还得遮难 而且你这个就花了大量的时间 而且你每一个去登记 每一个去抓 也根本不现实 美国也不可能有到处都是摄像头 到处都让你刷脸 也没有这东西 你知道吧 所以说也是不现实的 不如让这些人 你不用打黑工了 我给你正式身份 你直接去找工作 找工作 你好好纳税 你在这生活 你也得到了你自己的尊严 你相应应得的 我也得到了我的税收 是吧 那何乐而不为呢 是吧 很多朋友说 这个廉价楼东西来了 那哎呀 农村人进城 跟黑工来美国是一样的 谁刚开始 都是人家劳动力 但是你怎么知道 十年二十年以后 他们不是一个很杰出的人才呢 对吧 或者他们的下一代 不是一个很杰出的人才呢 其实这种事情 我见的很多啊 这种事情最有代表性的 就是华人韩国人 这种非常多 我们的第一代来到这儿了 就是开开店 做做买卖 做做外卖 炸炸鸡 是吧 然后第二代呢 就到会计事务所就工作了 就去当律师了 就去当警察了 那这有的是 而且一代半的移民 第一代来了 从底层奋斗起 然后孩子七八岁 十来岁带来了 然后第二代 一般在美国取得的成就 成才率是最高的 这一代半移民 就是出生在自己的母国 然后后来长到十几岁 或者长到七八岁 来美国上学 然后你在那个 它是兼顾了美国教育 跟国内教育 它这种 人的成才率是最高的 所以说 在美国一直 这个非法移民 就是美国一个重要的移民来源 在美国也是一个重要的 社会问题 而且美国玩这些套路吧 其实咱们改革开放初期 在中国的大量城市都出现过 我跟大家这么平面一解释 大家就懂了 比如说改革开放初期 对吧 刚开始大家都穷 都没钱 然后放开市场 对吧 给本地人一些福利 搞拆迁什么的 当本地人富士起来了 你当成了 广州人 北京人 上海人 那你让上海再发展 你让上海人去当民工 他当吗 你让北京人去当民工 他当吗 不可能吧 那你就要大量的收入 外来的就是这个 这个劳力 那外来的劳力呢 最开始 它也有所谓的证件问题 这个问题 大家记得吧 最开始是要收证的 无证也是违法的 但是还是有大量的人来 打工啊 对不对 不断有外来的这个劳动人口 然后慢慢的 这个地方才能发展起来 发展起来以后 这些劳动人口在这 打拼啊 大浪逃杀 慢慢的 起来以后有资本了 他们也能在本地买房 然后大量的 他们的第二代 第三代 变成了新北京人 新上海人 然后在这出人头地 包括现在 你看在北京 上海 其实出人头地的大量 也都是第二代 第三代 它就是这个意思 你们呀吧 美国它一直采取的 就是这个方法 来保持它的社会活力 就相当于 它在一直在用一个 改革开放初期的方式 来保持它的社会活力 但是大家知道 共和党嘛 那一向是反这个的 但不管怎么样啊 这个东西还是被 正式的挂上了一时日程 我感觉啊 其实这个东西 这一次不通过 下一次可能也过 这是一个必过的法案 因为到最后 美国肯定就是 对于移民啊 包括对于人才移民 现在美国的高科技 人才移民也在放松 包括这方面的移民 也在放松 总体来说就是 入美国啊 可能比原来越来越容易了 一方面美国也受益 另外一方面 它也更开放它的社会 它就是这么一个东西 那当然了 相应的会带来的 严重的犯罪问题 严重的这个人权问题 具体怎么样呢 这个东西 历史的东西 咱们现在也没有办法定论 对吧 那只能过一些年代看了 那行吧 那这一期呢 就跟大家聊到这儿 以后有什么有意思的东西 再跟大家说 这期聊到这儿 大家拜拜